哈嘍 又來到法者生活頻道的兩個女人聊些什麼 沒有換衣服 其實我們剛剛才拍完一條片而已 竟然又要再說一下 其實我也想 剛才我們拍的那條片已經不是講 屠色緋聞 經常都說我們講來講都是屠色緋聞 終於不是了 這次這條都不是 因為我有件事想問你 我不知道你在法國那邊 這件事有沒有怎麼說 在法國那邊你會不會 都有香港的朋友跟你特地提起這件事 就是上星期 應該是差不多了 上星期香港發生的一班都很轟動 我自己覺得很轟動的綁架案 就是光天化日之下 在將軍澳在商場那裡 然後抱起小朋友就直接跑走了 已經直接掩著他的嘴巴不讓他喊 然後就跑走了 你有沒有收到 你有沒有人跟你說過這件事 有啊 我們這些中學同學群組就說 但是呢 我們在法國 我們就很少聽到綁架小朋友 就是如果在法國搶小朋友 通常那些是 瘋了的 或者是 精神有問題的 就拿了一個嬰兒 可能當自己 就很少拐小朋友 以前小時候呢 我們在香港都很安全的 就是可能小時候回到大陸 都很少遲 但是每次回到大陸呢 我媽媽和爸爸都會叫我拖著他們的手 因為呢 是很多拐子路的上面 但是我沒有想過香港都會發生一些事情 是啊 那個震撼點就是在於呢 因為其實對於我來說 都挺震撼的 這件事 一例就是乾天化日 這樣發生在香港 還有因為 你沒有想過會發生在香港 就是你說的那樣子 就是小時候可能聽得多在大陸 還有在大陸會發生 還有我是親眼見過 我小時候 真的很小時候 試過見到呢 我記得是 好人多 可能迫排隊等坐車的地方呢 我看著有一個 爸爸本來拖著一個小朋友的 那個小朋友我想看起來 可能是三四歲 可能四五歲那樣 最多 總之怎樣都不會超過六歲的 突然之間呢 有個女人呢 逼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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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個人都在圍著問他 你什麼事啊你 但是大家就雞同鴨說的 他又在搶著 視乎小朋友是他的 當人瘋了 以為這樣都看不到 但是一群同聲同氣香港人 惡形惡相地 指著他來罵 後來他是落荒而逃 這件事是發生在大陸的嗎 發生在大陸的 我記得是等車的 很多人都在等 等坐火車 等車的環境 但是那個女人 到現在我還記得她的樣子 她的髮型 她穿那套衣服 其實是害怕的 因為那時我自己也是小朋友 可能我只有十多歲 但是那個小朋友可能四五歲 我自己現在 到現在我還有那件事 那個印象 甚至那個女人如何裝束 她整個樣子 她的髮型都在這裏 其實是害怕的 其實捉小朋友有幾方面 比如剛才說是拐子佬 可能拐了你也要賣給一些有錢人家 或者有些更慘的 可能斬手斬腳 要逼你黑色 然後中國這麼大 流浪到不同地方 這次這個是綁架來的 以前也聽到一些名人被人綁架的 名人的小朋友 是不是有一個叫白冰冰 不過通常都是外國 香港很少聽到 是綁架名人的小朋友 即是你綁架李澤巨 也聽過了 但是他也是大人 是不是 然後有綁架 好像張拉嘉的兒子 也被人綁架過 依我印象記得 我真的沒有這方面的記憶 我現在腦子都空白一片 但是對於我來說就是綁架 發生在香港 還要是小朋友拐了 是很突然的害怕 我看過新聞是說無差別的 他們是沒有特別的一個目標 即現在香港發生的所有事情 斬人 接著那些綁架都是無差別 是的 就是恐怖再這樣 因為我跟朋友說 大家開始剛剛出這宗新聞的時候 其實那個 剛剛出這宗新聞 因為我都說 我看過有人拐小朋友 搶小朋友 所以剛剛出這宗新聞的時候 我就已經立刻很觸動到我的神經 我記得那天早上第一次在電視上 早上聽到新聞 兩句完了 接著呢 只是說在張光澳一個商場 只是說拐走了 捉走了一個小朋友 一個男孩子知道 張光澳想說 完了 兩句就完了 接著我自己都很緊張 接著開始呢 有些網媒都說了 晚一點點的時候 接著呢 有我的朋友group 就開始在那裡說 發生這樣的事 接著大家是 一路 大家說開 都還是以為 仇家來是不是 又不是什麼名人 怎麼會綁架的 又不是什麼大有錢人 張光澳都是 私樓都是那些私樓 香港很多這些私樓 所以大家都猜 是不是得罪人 這樣 但不知道為什麼我的直覺 那時候我的直覺 已經第一時間覺得 不是呀 香港開始出現這些事情了 好像大陸以前這樣 香港出現這些事情 我那時候的直覺已經覺得 是無差別的 不是尋仇 不是成 他們的目的好像是財困 就是現在整個香港 或者整個大環境 都是經濟很差 是的 經濟差呢 那你就 要找方法 拿錢的 那整個生意就做不了 那就唯有做這些 但是 真的很恐怖 因為經濟差的環境 應該我猜 陸續很多這些 大家不想發生的事情會發生 是的 我覺得恐怖就是恐怖 就是這樣 其實你知道 如果原來那個原因 只不過是財困 其實現在全香港 都慢慢大家 陸續陸續在財困 大家的經濟一直走下坡 也都見不到有什麼 當然 政府就說我們過份悲觀 但是真的大家都發覺 其實不是很見到出路 不是很見得到經濟可以再怎麼轉 轉得好一點 轉變得好一點的時候 大家都面對著財困 那就是說 其實 隨時繼續發生 繼續無差別 有這些事發生 那說起都會很害怕 所以我覺得 我想討論的那樣東西 或者我想談的那樣東西 又轉回那裡 為什麼你會被小朋友在商場那裡 被人抓得走 當時的家長在哪裡 因為我記得 當那宗新聞再浮多些資料出來的時候 我記得有一個就是說 訪問當時在附近的街坊 就是在商場附近 可能大家都是吃飯的街坊 就說看到有個小女孩 後來知道是她的姐姐 就哭著問人 看不見到我弟弟 我覺得很慘 因為我自己也是做人家 我覺得很慘 我看著我自己的弟弟被人捉了 哪怕可能不是在我旁邊 可能是離遠 如果在旁邊 可能就兩個一起捉了 那更恐怖 但是可能是離遠 差幾個身位 小朋友追都追不及了 但是看著 然後就哭著問人家 看不見到我弟弟被人捉了 看不見到我弟弟在哪裡 那我想問其實那些大人去了哪裡 我覺得這件事 真的說了很多很多次的了 哪怕是大人在你的視線 不要再覺得在你的視線範圍內 就會安全 因為當你大人自己 都顧著大人和大人說話的時候 那個小朋友真是去到你膝蓋的 真是去到你大腿的 怎麼會是視線範圍呢 你看著他來跟人家說話的 就是你的朋友在旁邊 但是你就低頭看著你的朋友 看著你的小朋友來跟你的朋友說話 不會這樣的 所以其實真的無論如何都要抓緊 其實你不要說這些 我記得你就想起一宗新聞 就是不知道你有沒有印象 在游泳池 就是在高級屋苑的 clubhouse 也是這樣 兩個家長聊天 然後那些小朋友在泳池玩 幾分鐘去試 浸死了 其實都是視線範圍的 我有一點點印象 還有有一宗 也是 小朋友到最後發現 是被消防員發現 他捲到喉裡 實在太多 可能有些家長 都不是離遠的 一秒疏忽 其實都不是離遠的 但是其實就是很大壓力 其實可能 我們不知道內情 可能那些家長真的是很大壓力 但是真的 有心人 就裝沒有心人的時候 就真的很難去預計 但是又不想說 就是一秒都要看著兒子 就是我沒有小朋友 但是我是作為媽媽 就是你很難百分之百 每一秒鐘都看著他 不過我記得我小時候 我經常跟堂阿姑 堂家姐 都是小朋友 就去了叉樓梯 那些家人在那裡喝茶 很悶 我們沒有這種壓力 就是我們不會覺得 會被人捉走 那時候 小朋友一定沒有 小朋友沒有想過 小朋友的世界天真很多 但是我覺得現在去到 現在這個年代的香港 大家開始有這些事情的時候 大家真的要再警醒一些 雖然是壓力很大 就正如我剛才說 我不可能跟著朋友說話 但是又低頭看著我的兒子 完全不看著我的朋友 但是原來在跟我的朋友說話 其實是精神分裂的 那件事 但是問題是 現在這個年代 你就是需要 可能你就算是跟著你的朋友說話 你也是要 拖得緊你的小朋友 不要讓他 跟著姐姐去玩 就走了 說真的 你的姐姐有多大呢 她也是一個小朋友 這次幸好就是 沒有同時捉了姐姐 其實他們是兩個人來的 犯案的是兩個人來的 其實可以一人抱一個 兩個人都不見了 你們一對小朋友都沒有了 其實上次姐姐沒有被人捉 但是你上次被人這麼大 十幾歲見到那件事 到現在你都記得了 你說姐姐大了之後怎麼辦 那種有自責 可能因為你看著小朋友被人捉 自己就救不到 然後那種 我覺得心理創傷會很大 對於兩個小朋友 是啊 其實 你說得對 你舉回我的例子 我自己一個會生生的例子 由那時候 我是說十多歲 我都記得今時今日 還記得那個人的樣子 那個鬼子 為什麼你不認識那個人 你不認識那些朋友 我不認識那個人 而且其實我是有一點點面盲的 我一向自小也有一點點面盲 我不是跟那個人有聊過天 或者天天對著 其實上班天天對著 我是不認識 我可以做了半年同一間公司的同事 但是因為完全沒有交集 我是完全不認識那個同事 原來是同事 我還記得那個拐子婆的樣子 他的表情 所以其實那個 你想像一下 我這麼正能量 我頂得到 你怎麼知道你的小朋友 長大了之後 他是怎樣的性格心態呢 其實他可能 像你說的 他可能會很自責 或者他可能一路都會很害怕 可能他會 衍生到有一些情緒病 是叫做恐懼症 那些 其實我覺得之後 事後你都要做很多這些心理疏道上面的事情 我不知道現在那家人 他們懂不懂得去幫助自己的小朋友 坦白說 但是我覺得其實都真的需要 還有也是很老套的一句 與其你是事後才去做這麼多這些事情 你就是事先 你真的由發生這件事開始 全香港的人 大家做父母都要警醒 是會辛苦些 是會壓力大些 但是真的不要掉以輕心 不要覺得在附近而已 不要覺得在樓下吃飯而已 不要覺得是姐姐看著 哥哥看著沒問題 除非那個姐姐哥是二十幾歲 就是可以 大家都是大人 如果不是 你兩個都是小朋友的時候 你憑什麼 覺得那個大去 兩三年 大去幾年 就可以這樣去 對抗一些陌生大人 去照顧那個世的呢 你對抗那個陌生大人 你都要出力了可能 更何況那個只不過是一個小朋友 真的不能再掉以輕心了 我覺得 幸好現在 那兩個賊都比較蠢的 我看新聞 就比較蠢 還有現在很多閉路電視 有很多閉路電視 有很多閉路電視 有好又不好 但是 第二天就可以救回小朋友 小朋友 雖然表面沒有傷痕 但是好像剛才這樣說 可能那個來女的創傷 都會蠢大 是啊 是啊 所以其實 這件事情 我又覺得 警方那個能力 是有在的 那這件事真的是 感恩 喂 一定找得回 大哥 是不是 各方面的配合 像你所說 你抗路電視也好 警力去全力去做這件事 去救營救的小朋友也好 各方面的配合 到最後是叫做感恩 但是對於那個小朋友 事後的心理 或者對於那個家人來說 我覺得這個教訓 其實 都真的是一輩子 而且那個小朋友 被人放在行李箱裡 是啊 有段時間 他是被人塞在行李箱裡的 被人塞在行李箱裡 我想我也會很害怕 他這麼小 被人塞在行李箱裡 真的很恐怖 我想說 一個很簡單的例子 就是 我現在的貓就過了生 年紀大過了生 他嬰兒的時候 壯年的時候 他是試過 因為自己 白眼跳進洗衣機裡 然後 蓋上蓋子 但是裡面是沒有水沒有性的 刺的 純粹就是說 洗完衣服 我們不想這麼快蓋上蓋子裡 想梳一下濕氣 所以開著蓋子 上面揭蓋式那種洗衣機 他就貪得意跳了上去 因為他經常都跳出去 坐在洗衣機面的 他就不知道原來開了那個蓋子 我們估計是這樣 他就跳了上去 誰知一跳就直接掉下去 還要蓋上蓋子 然後呢 怕到瘋狂 他是 我們直至到我們發現的時候 就是因為聽到刮 為什麼有些聲刮 聽到有些微弱的喵叫聲呢 因為他困在洗衣機的內膽裡面 到他救出來之後 他以後 是以後 他都不踏入去露台半步 我們的洗衣機是露台的 他 從此畢生都沒有踏入去露台 你想一下 只是一隻小動物 一隻貓 他都這麼害怕 他都這麼警覺 以後不去那個地方 你那個還是一個幾歲大 一個人仔 被人困在一個行李裏面 你想像一下 當時他呼吸 他求救 喊 你想像一下 他接下來 這輩子 他可以有的陰影 所以我覺得真的 大家都要 經過這件事之後 要很警醒 很警醒 這些事現在是活脫脫 發生在香港了 不要去怪責 忠不忠說那件事先 解決了面前那件事先 我又有一件事 我又是很不高興的 一開波大家就在討論 簡體字 簡體字 來吧 救人 我們在說的是一個小朋友的生命 而當時還沒有 營救到他 為什麼大家的視線 還會在這些地方 我自己都有我自己的立場 但是我都認為這些時候 不應該在著眼點 究竟是什麼人 現在最重要的就是 小朋友沒事 最重要的就是 他可以平平安安回去 他家人的身邊 我覺得大家還在討論 簡體字 簡體字 很涼薄 很膚淺 到最後我件事出來 現在發現原來兩個人 一個是香港人 一個是內地人 但是香港那個人 他就是住在私人屋院 就是有財政問題 就是跟一個內地人 OK 簡體字 簡體字齊了 現在解釋到 因為他那個 他用Telegram是用繁體字的 然後大家在爭論 一個是有繁體字 簡體字 來吧 救人 是呀 那是呀 財困 壞人 我相信香港也很多 是呀 是呀 不一定要因為那個新聞背景 而限死了一些局限性 反而可能捉人 就會慢了 所以其實 任何人都可以是壞人 如果講到這個話題 我們講了一點點 就是 在這個案件裏面 我們不知道父母是否很錯誤 還是一時的大意 可能是一時的大意 可能是一時的 那一刻 那一刻的 但是你贊不贊成 不是關於這件事 生孩子要考牌 哇 這個題目真是很大 但是我贊成 非常之贊成 因為我真的覺得 其實 坦白講 自己身邊都不小朋友 是這樣 有小朋友 但是你問他 為什麼這麼想生小朋友 其實他們講不到原因給你聽 我自己身邊 有些人 你從小認識到他 都發覺 其實你不是很喜歡小朋友 但是你又堅持要生 原來就是因為 OK 另一半要生 那明白的 另一半要生 你自己又沒有立場 生不生的時候 那就生 但是反過來 你又問你另一半 為什麼要生 不知道為什麼 傳統 老人家要 老人家要就是老人家生 老人家就生了你 我又不明白 這些位置 如果我問你 有些人是給我的 比如說 很想擁有自己的 心血結晶 每個人都有 有些人可能覺得 女人 怎樣都要懷孕一次 才是女人 有很多不同的原因 都不是說 貶低大家 生孩子 不是的 完全是大家有大家的選擇 但是生完之後 出來怎麼搞呢 才是一個最重要的問題 反而反過來 你問為什麼不生孩子 每個人都很有大條道理 告訴你 但是為什麼要生孩子 我覺得我們都是動物 有一種生物性的需要 可能都是不知道的 賀爾蒙 令到你很想生孩子 但是 沒有所謂的 但是生完出來 那種怎樣教養呢 現在這個世界 我想說以前 可能大家都會覺得 父母教得好就可以了 但是這個世界有種 末日的感覺 我可以和大家分享一下 在法國 香港可能好一點 但是在法國 這一代的小朋友 我相信這一代的小朋友 是十五六歲 至二十歲左右的小朋友 他們有一種末日的感覺 覺得是無力感 小時候就有 是啊 因為無力感 前路是沒有前途 所以他們很多都是很抑鬱的 很多法國的小朋友 已經有一種抑鬱症 但是香港可能少一點 但是香港 填鴨式教育 或者學習很大壓力 但是反而我來到法國之後 發現有個好處 你知道為什麼嗎 因為法國是很自由的 沒有功課的 就是一來到 整個小學很開心 但是那個轉捏點是中二中三 中二中三 他們就開始功課大了 功課多了 接著又要考DSE 這裡就是DSE 突然之間那個改變很大 所以他們那個問題 很多時候出現在中二中三 那個階段 但是香港不是 你在媽媽的肚子裡 已經有很大的壓力了 一出來已經是有小的壓力 所以其實呢 有人會覺得香港的小朋友 抗壓能力很低 但是其實呢 我反過來看 比起法國的小朋友 香港人自小已經有這種壓力了 所以呢 讀書壓力反而沒有這麼大 因為習慣了 但是這裡的小朋友們 我又覺得呢 要為現在的香港小朋友呢 平反一下的 講句公道說話 我覺得有很多人呢 覺得現在的小朋友 抗壓能力低呢 是有一種比較 將他們跟以前那些年代的小朋友比較 但是你要留意回 以前那些年代的小朋友呢 不會一出生 未出生就已經 你就已經要穩定M班 以前都沒有那麼多怪獸家長 以前那個要求可能只不過是 他不要留班就可以了 但是現在就算你要求他不要留班 那個要求都很高 因為現在大家都把那樣東西推到很極致 就是 未出生就已經找M班了 那變了其實小朋友的壓力 像你所說 真的從肚子上就已經有的時候 其實他們不是抗壓能力低了 而是那個社會給他們的壓力大了很多 香港這邊呢 你說得對 其實相對起法國呢 他們可能沒有那麼自由 都是比較來的 他們做了很多 應該說他們其實做了很多 就已經有那種的壓力 他們的情緒是另一種問題 就不是你說 小時候他們有一種抑鬱 那些有種抹日感 不是那麼 相對地 你說起來好像有點虛無 但是他們那些事情 很不是虛無的 很實在 大哥 我只是三歲人就已經要交功課 其實都是爸爸媽媽做 但是我已經感覺到那種壓力了 然後可能你想小一的時候六歲 他就已經每天回到家十幾樣功課 一個六歲的人仔 回了全日班 放學回到家 再要上你的興趣班 五點鐘回到家 然後就已經要做十幾樣功課 做到他吃夜晚飯 吃完夜晚飯 睡覺 十點前你還要去睡覺 那種壓力 你自己想像一下 你朝九晚六放了工 回到家 可能就已經是 OK 你都困獸鬥了 你都要和他在這裡對功課 但是 你不用十點鐘睡了 你十點鐘之後 還在錄手機 但是他的時間 就被你擠壓到這麼多了 因為這樣叫健康 我想問他有多健康啊 反正來說 這就是怪獸家長 計劃了很多事情給他做 我也認識一些朋友 不要這樣 不想做怪獸家長 所以就沒有讀N班 學前班 什麼都沒有 但是呢 我們以前小時候 就是去到幼稚園 學一些東西 才開始學 但是他去到幼稚園的時候 老師說他跟不上 因為大家都已經很小 其實也是令到他之後很辛苦 追得很辛苦 所以其實我覺得這個是一個 整個社會的一個很古怪 很怪但很荒謬的現象 是整個社會風氣 在逼迫我們的小朋友 那當然 教學那班 一來他們有收錢 他有錢賺 二來就是 所謂的社會風氣 隔離學校是這樣 你是不是不這樣 隔離學校要求的那些學生 就是這麼厲害 你是不是放下你的要求 然後那些家長又會 隔離屋的兒子 就是自小就是學霸了 你是不是不逼一下你的小朋友 做好些 當大家 所以我為什麼說 就是那個比較 如果大家都稍稍稍放下 比較深 反過來大家一起 退後一步 可不可以不要這樣 逼我們的小朋友 其實他們真的很慘 我也是舉個例子 其實你自己都慘 你自己朝九晚六回去之後 還要捉住他來做功課 然後幫他對功課 但起碼 他睡了之後 十一點鐘好未 你一點才睡 你還有兩個小時 me time 播劇 你還有兩個小時 按下手機 但他被你逼完一大輪 擦洗臉睡 然後第二天又再來過 我是他 我都抑鬱了 是不是 你想想他的生活 我想說 真的 香港早幾年 已經有小朋友 六歲就抑鬱了 就是這樣而已 我試過見過一個家長的時間表 我忘記他是不是在香港 未必不是香港 但一定是亞洲 什麼時候起床 然後坐車的時間 都是要他填滿了 溫默書 第一 坐車的時間都要 吃飯得很少時間 然後是排滿了 天天都是這樣 就是我覺得那個小朋友 是一個好像監竹一樣 完全沒有自己的興趣 沒有得同真的時候 我覺得這樣是 真的有點過分 你現在這樣說 我又想 你又勾起了我一件事 就是我表姨生女 就是我大表姊的女 當年她的好朋友 大家都在讀小學 她的好朋友 是成為了那一期 最年輕的自殺學童 死了 真的過了生 對於我表姨生女來說 那個心理影響都很大 因為是她的好朋友 我很記得她哭著跟我說 然後抱著我 伏在我那裡 太震撼了 對於我來說 因為大家看到的 只不過是那宗新聞 是白紙黑字的事情 可能又發生了一宗 哎呀好慘 哎呀好肉赤 哎呀為什麼現在的小朋友會這樣 但如果當你身邊 就有一個比較近的case 她真的有血有肉 有靈魂 有感情 她真的對著你哭 她真的問你為什麼 你真的答不到她 那個無力感 大家想像一下 你怎麼解釋給她聽 因為整個社會的氣氛 因為那些壓力 因為她爸爸媽媽都有這樣的壓力 然後那種壓力也都令她感受得到 所以回應你最初說那個 生孩子是不是應該要考牌 我覺得應該非常嚴格這樣考 是的 其實不是說她要學業成績有多好 其實是那個心理的培養 和心理健康的關注 或者才是作為父母最應該關心的東西 當然我們現在說出來 我們兩個都沒有小朋友 我們說出來就很恐慌 很恐慌 哎呀我只要她健康 我也是這樣抱 如果我有小朋友 我只要她健康 我只要她品行 我最在意這兩樣東西 是 開心當然也是的 心理健康 是 但是 當那個社會 真的這樣去催谷你的時候 我覺得 如果越來越多人醒覺 去迴避這些位 所謂的迴避就是 是不是真的一定要考到Band 1的學校呢 會不會其實 近近地 只要校風純樸 近近地 讓她可以快點放學 搞定功課 有回自己的時間 她會生活得舒服些 開心些 其實自己說真的那句 看回自己身邊的人 包括弟弟 其實我經常都形容她 都是一個學霸來的 中學時期她明明理科生 但是她的歷史科 中西史科 都是全級第一 還要保持著 年年都是這樣 幾年都是這樣 之後到選科才讀理科 她是一個學霸 我身邊都認識 你也是一個學霸 但是 那間 他們讀的幼稚園 或者他們讀的小學 或者弟弟讀的小學 街坊小學 來的 你讀的幼稚園 其實都不是很厲害的 那間幼稚園比你的幼稚園出名 坦白說 所以我覺得 有時候 在她童年的時候 你可以盡可能 給她 她應有的童年 給她 真的 我覺得尤其是男生 你保住她的品格 當她在大大廈 我看有很多 我們那個年代 很多男生都是這樣 當她在大大廈 可能她中二中三 還是玩到瘋瘋的 但是當她過了中二上中三 突然跟她講選科 然後她接下來要面對DSE 其實她自己 只要你保住她的品格 你亦都讓她知道 你出來這個社會做事 靠你自己 你將成績表 怎麼見人 怎麼考到 想不想到U 就找份什麼工 就多少錢 人工 你就靠自己 當你有少少這些東西 不要讓她覺得 我找份什麼工 有什麼所謂 我不用給家用 家裡有的 家裡環境好 當你不要讓她覺得這樣 當你讓她覺得 我都要靠自己 我拿多少錢糧 我那份工 我能不能讀上去大學 我的DSE考得好不好 原來扔著一堆東西 其實他們會自己發奮 只要她 你不要太過 如果中到她的品格太差的話 我自己眼見有很多男生 尤其是就會有這件事 尤其是男生 我想她社會崗位角色上 她都會覺得 我將來要成家立室 如果我 差點說一句 如果我真的 搞不定自己 我真的 拿兜的 我怎麼成家立室 我怎樣妻活兒 男生去到一定的年紀 中三 現在這個年代也是 中三她開始會想 我要追女生 要拍拖 那些 喂 拍拖要錢的 如果你拿兜 你怎樣追女生 其實大大校他們會懂 只要 我都是那句 只要你保得住她那個品格 不要太過差 不要太過易於常人 不要太過離經 走歪 太過歪 不要走得太過歪 是的 所以其實我覺得有些事情 尤其是在她真的 童年應該有的 活潑天真 單純開心 那些時候 你給她吧 其實作結的時候 可以跟大家講一下 一個小朋友的品格 或者她的價值觀 其實可以在小學的時候 已經很根深提供 因為我是做補習軍 我一起分享兩個個個案 第一個就是 其實兩個家庭的父母都很正常 亦都是小康 甚至是中上家庭 其中一個就跟我說 你不可以這樣 就像你這樣 我給一些價值觀 你第二次大哥要為自己負責任 要什麼 我爸爸媽媽的東西都是留給我的 我需要那麼久 這個是小學生的 他爸爸媽媽從來沒有這樣跟他說過 因為現在我們的小朋友 是接收很大量外面的資訊 你是不知道他們在哪裡學回來的 在哪裡跟你說 他覺得爸爸媽媽一定會留給我的 那你就要做回顧書給他 不是的 我捐了他都不給你的 所以有時候 不是爸爸媽媽可以控制到 你不知道他們認識什麼 另一個例子就是 他本身都住本山的 他是去本山的學校 他就要搭一層小巴去的 然後他跟我說的時候 就很不開心 有一些生氣 為什麼我爸爸不是李嘉誠 每個同學都是搭私家車回學校 我就要搭小巴 很明顯 有些人覺得搭小巴沒有問題 但是這個女生就覺得自己是低人的能力 也是很小 價值觀的問題 是的 也是你做家長就算是很好給很多愛 但是外面太多資訊 然後還有 譬如我有些朋友 他的天生性格 我覺得這個跟天生性格都有關 就是那個小朋友有比較深 但是有些小朋友都會是這樣 例如有另外一個小朋友 他家長就不給迪士尼的卡路票看的 免得他冤他買那些玩具 但是他認識所有的公主 認識所有迪士尼的人物 其實就是 不要以為那個幼稚園 幼稚園就沒有自己的社交圈子 是有的 有的 我整組提子組 沒有啊 每個女生都有Elsa的東西在身上 是我沒有 是的 所以其實這些比較心是很自然的 我覺得 就是看家長怎樣管輸給他 可能其實你不會以為幼稚園沒有什麼 不是的 幼稚園已經有了 有很多小朋友問他 現在很多化妝有沒有 就算這個幼稚園 到Halloween那些 你問那個小朋友 你打算化什麼妝 我就會扮超級英雄的 女生 我說為什麼不扮公主 每個都是公主 我不想扮公主 其實已經有一種突出自己的心 或者不想像一般人那樣的心 其實小朋友已經 你問那些男生 你覺得那些女生漂亮嗎 每個都是一樣的 每個都是公主 其實他們會想 這個幼稚園 到大人 我也有教的 其實幼稚園開始 他一接觸這個社會 叫做 已經有自己的想法 他甚至不會跟爸爸媽媽說 很早熟 我想說 我就是想說這件事 所以其實現在 那個考牌位 是在於 你真的要有方法 真的要自己想方法 跟你的小朋友做朋友 令到他們願意跟你溝通 願意跟你說話 而不只是向你匯報 今天有多少功課 而是他會主動願意跟你說 今天發生什麼事 旁邊的女生 整個女生都是Elsa 為什麼我沒有 他要願意主動跟你說 要不就是他主動願意跟你說 要不就是他主動願意跟你說 要不就要你自己多些去留意得到 你要能確認得到 而不只是把重點放在今天多少功課 明天有沒有默書 後天有沒有測驗 不是這些位置 因為到最後其實 陪著他們一直帶的 不是那課書 其實他一定會懂得那隻字怎麼寫的 那個默書 他就算錯了那隻字 他一定會懂得怎麼寫的 將來有一天 還有現在手機 你說就有那隻字了 但是 陪著他帶的那件事 不是那個錯別字 不是那個字 對還是錯 而是他那個觀念 而是他一些他夠不夠膽 在你面前坦白說的那些東西 才是躲在後面 魔鬼在細節 很重要很重要的東西 所以我覺得那個考牌位 是在於 不只是那麼膚淺 你要顧他的品格 你要顧他的健康 你要顧他 開不開心 不是那麼膚淺 而是你了不了解你的小朋友 我覺得有很多人 他們可能是很表面地了解自己的小朋友 他們用自己的印象去看自己的小朋友 但是你有沒有去看你自己的小朋友的那個性格 那個眼光 去看他身邊的東西呢 如果當你站在你自己的小朋友的性格心態 如果你了解他的性格心態的話 去看回他身邊的東西 可能你會發覺整個世界是不一樣的 而你到時 可能你就會發現 原來你有些東西真的擺錯位 其實剛才你說的那些都不膚淺的 不過是基本的 但很多人連基本都做不到 是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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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有些東西是基本的 你都說得對 就是你健康的都是基本的 是啊 你要顧好他的健康是對的 但是不夠啊 是基本的東西來的 你要再劃心些 你能夠可以跟他 他願意跟你聊天 那當然最好 他不願意 你要嘗試令到他可以去這樣做 這個就是考父母的功力 考父母 不是怎麼做父母 其實可能是怎樣跟一個年輕 極度BB 你當他是一個年輕人 是考你的父母怎樣跟那個人相處 不同的年紀其實都是這樣 我們人和人之間 一直考的都是人和人之間怎樣相處 無論那個人是甚麼年紀 跟你是甚麼關係 我們這幾集的結論都是 跟你的伴侶做最好的朋友 亦都是跟你的子女做你最好的朋友 因為只要你是他最強的後盾 後盾不只是金錢 是那個心靈上的後盾 其實他們這個世界就會無風無浪 就算有風浪 你也是會被風說的 有一個很特別 我覺得也是有一件事 你剛才令我想起一件事 其實現在香港普遍家庭都是有錢過以前的 但是 為何反過來現在會多了小朋友 那個壓力問題 那個情緒問題 學童自殺案那些 其實就是正正回應了你剛才說的那件事 最強後盾不是錢 最強後盾是你本身 你作為父母 你本身 你本身怎樣跟他相處 你是怎樣的角色身份 態度 立場 怎樣去建立跟他的關係 那樣東西才是重要 我覺得這兩集都很有意義的 我們由這個禮拜最熱的題目 引申到一些大家都可能有共鳴的話題 可能聽完之後都沒什麼得著 但是聽完之後可能有啟發不頂的 或者是可以聊聊天 大家可以在下面留言 講一下大家的難處 大家可以互相支援一下 下個禮拜我們有其他的集數 但是我們會再下個禮拜才會見到Elaine 希望下個禮拜也沒有什麼大新聞 其實有時候我跟Elaine談 有沒有大新聞 其實是開心的 開心沒有大新聞 如果有的話 其實也希望有一個正面的態度去看一看 可以怎樣去防備 或者自己不要做當作主角 今天我們也挺圓滿 我們下個禮拜見我 但是下個禮拜見了 大家記得訂閱Elaine的團長日記 因為剛才她有說過 《學共自殺》那一件事 其實她有寫到一首歌 當年 改編了一首歌 在團長日記那裡可以聽到這首歌 大家記得 大家記得訂閱、讚、分享 我們兩個頻道 下次再見 拜拜 拜拜 拜拜